上擺滿各式各樣Dior名牌包 還有LV手提包 肩背包 還有MK的皮夾 旁邊還有價值約36萬的 勞力士手錶 連保證書都幫你附上 看起來跟真的一樣 還有這雙黑白相間印有LV LOGO的運動鞋 是真是假 你分辨得出來嗎 別懷疑價格就是差這麼多 但就是有人會買 仔細看品質很粗糙 但穿在腳上 乍看之下很難分辨 金融海關在六月以及七月之間 查獲大量進口仿冒品 經開箱檢驗共有一千兩百多件 總價值高達三千一百萬元 要經過X光的掃描 有沒有申報不實 看看X光掃描 螢幕就一目了然 一般高檔精品通常是空運來台 很少走海運 再加上數量龐大相當可疑 馬上就被攔截拆箱檢驗 其實從110年1月到7月 海關一共查到54筆的防冒品 總價值大約有三千四百萬元 光是六七月這一批 來自中國大陸的貨物 就佔了三千一百萬元 打開來看都是假的名牌貨 從包包鞋子到手錶 甚至還有AirPods 品項琳瑯滿目 他以為說這個是人家 就是自己帶進來的 然後拿來買 但事實上不是 是他們透過這個快遞 或是一些網路的方式 從國外整批進來 網購雖然方便 但來路不明 一樣的商品 好多賣家都有供貨 為了搶便宜 很容易買到假的 消費者可得睜大眼睛 TVN新聞 劉欣奎黃金分機動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